杨州烟花三月热闹非凡 叫买叫卖的赏花赏景的 就在满眼繁华的街边 却贴着许多寻人启示 画像中都是年轻的女子和孩童 这也是人们茶前饭后常说起的话题 对于丢失的女子和孩童 也有着各种说法 大差不差都是说被人拐走了 说是有些妖人 会以美食或物件亲近孩童和女子 让他们吃了或者拿了之后 便失去神志任其宰割 更有甚者传说有一种造处之术 妖人施法之后能将人变成生处 只是这些都是传闻 并没有人亲眼所见 但说这一日 街市上走着一个人 以斗笠遮住了半张脸 手里牵着几头马来到一处客栈 小二殷勤地上前招呼着 小二接过江上 让客人放心而去 那客人走出几步之后 回身嘱咐小二 千万不要给骡子饮水 说完转身而去 小二把骡子带到了马就外拴好 眼见天气炎热 那些骡子有些躁动不安 小二安抚不下来 那些骡子又是叫又是跳的 小二以为他们是热的 就打来了一桶水 倒在马槽里 那几体骡子开始大口的饮水 也安静了下来 就在小二转身想离开的时候 身后起了变化 阎晨之中那几体骡子 竟然全都变成了年轻的女子 小二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吓得连滚带爬地去找店掌柜 掌柜的倒是见过世面的人 把那几名女子请进屋中 那几名女子说 都是被妖人施了妖法 才会变成罗马的模样 若不是小二为了水破了法 不知会被带到何处 掌柜得知那妖人还会回来 忙叫店小二去报了官 几个官差埋伏在了客栈前后 等那妖人回来 不多时那妖人就牵着几只羊 来到了客栈 不见了骡子就质问小二 被店小二骗进了屋 门后的官差一拥而上 将其生擒活捉 带到了大堂之上 差人打来水 给那几只羊饮水 羊在喝水之后 变成了几个孩童 大人一看客栈掌柜没有说谎 那妖人果然会用法术 将人变成牲畜 便对那妖人用了心 想让他说出造处之法如何实施 没想到那妖人还很嘴硬 最后挺心不过被乱棍打死了 此术如何施展 也就无人得知 谢谢大家